指着脸说把毛孔一个一个缩小 大哥就算是黑粉找茬也没这么兢兢业业好吗 来到不不动人的实录 来介绍一下自己吧 我是修图师嘛 上班就是帮明星修图 工作室图 活动图 红毯图 广告图 杂志映照 各种都有的 话说你看了上周新指雷得罪修图师系列的图吗 我看了 有几张是拍摄角度不好看 有的明显是恶意披股 但都不是官方出图 不存在得罪修图师 我看是得罪了摄影师吧 明显是原图流出了 我要是新指雷 一定会拉黑这家摄影师工作室 不管怎么说 这行为太不专业 那么你修一张图得多少钱 肯定没你想的多 我们一个月工资都不够八千 平时接私活的话 一张图也才几十块 摄影师和修图师都很穷的 尤其拍明星 收费很低 主要是为了知名度 还不如给素人拍写真的那些摄影博主收入高 你们会不会常常需要加班 加班肯定有 像很多广告图 一张图就得修一天 不过出席活动晚宴的时候 基本上一张图十几分钟就修完了 哈这么快 对去年某个晚会 有个90后男演员 红台想压轴 但是营销号凑齐九宫格就会开始比美 以后出场 官方精修还没出 营销号就直接拿着 实施广场搜出来的图发微博 而提前走的人 工作室基本上都出完图了 结果男演员那次黑图流传很广 其实那双图不是很崩 但跟精修比美就太吃亏了 听说他后来参加活动 要求必须提前走红台 所以现在大家都血精了 一旦有这种活动 团队都会疯狂催我 有时候甚至五分钟出一张图 也就只能调个色 拉拉腿 不是我说 大家自己发朋友圈皮肤 也不止五分钟吧 明星团队还有些什么奇葩要求 其实都见怪不怪 之前有一个上综艺的男演员 看到图之后 会把图片放到最大 然后指着脸说 把毛孔一个一个缩小 大哥 就算是黑粉找茬 也没这么兢兢业业好吗 何况最后发出来的图都会被压缩 放大怎么可能看得清毛孔 不能直接磨皮吗 直接磨皮会显得很假面 所以越来越流行 保留皮肤纹理 越求视觉上的真实 哦还有个唱跳出身的女艺人 我还算半个粉丝 实话实说拍出来的图 已经很好看 但她会自己用美图秀秀 推一个形状出来 再让我照着她修的 在PS里精修 还要让我把她脸修的完全对称 我差点就直接把她半张脸 镜像一下交过去了 反正我现在已经无法直视她 明星本人行为 真的是最大的脱粉利器 哦对 另一个非科班的女演员的要求 也很好笑 非得多披一根睫毛 我当时没在意 就多给她披了几根 结果她不满意 就必须指定要一根 我们后来私下给她取了个外号 叫一毛 朋友明星都会自己去要求怎么披是吗 那非常会 一个很有质感的演员 非得要我们把她披成激情脸 就是那种不流畅的面部线条 我们觉得好看的脸型 她还都不喜欢 她们有的还会直接自己上手修 像有个时尚资源很好的女演员 非常敬业 亲自动手披图 而且技术还很好 应该给工作室 省了不少修图费 除了常规部位 你们会批一些特别的地方吗 像广告片 我们有时候得批产品 上次动轮那个饭飘在空中的广告 理论上明星团队 摄影 修图 广告方都确认过 不可能会有这么大的批了 不过看了后续的营销和网友批图大赛 我们感觉应该是故意这么炒作的 再就是 其实男明星普遍发量堪忧 发际线移后移 额头会变长变宽 还有小肚子非常严重 所以一般图里的平坛小肚 90%都是我们捏出来 本次还说什么 小肚子是被恶意批图 我只想说 行行吧 好身材才是批的 你有修过哪些明星啊 有没有生图就很能打的 以前的四代三小双顶流 现在的男团女团艾德们都修过 其实明星们大部分都不会太崩 颜值在那 打光 造型也都在线 但小毛病会比较多 什么斗印 黑眼圈之类的 之前我们给一个非顶流男团修合照 某成员的个人经纪人偷偷加我微信说 他的腿一定要比某队友长 我当时内心OS还指定队友 卖CP的时候你可不是这样的 那有谁是特别坏灭的吗 特别坏灭倒没 就都是常见的毛病 我给你说个不坏灭但可以吃瓜的 一个经常拍古装的男艺人 在某张原图里单只眼睛清黑着 化妆都遮不掉 我猜测他是被打了一拳 但也没出现相关新闻 很多人觉得我们看多了精修 会对颜值要求高 但完全不是 我们看到更多的是明星们像个普通人 或是相对不堪的那一面 反而没那么在意颜值了 大家现在的修图神 没有什么倾向吗 就男艺人都会想往 白右兽的方向修 明明他们一边瞧不起男爱抖 说人家娘胖 自己又往那个方向修 其实还是酸葡萄吧 与艺人比较希望有质感 大偏感 有时候宁愿保留一些眼纹 法令纹 这种我们观感就很好 能不能分享一点 日常可用的修图技巧 如果想让自己显得可爱清纯 眼具可以稍微拉宽 反过来要是想精明感 就稍稍拉近眼具 要是觉得脸胖 可以垫高颅顶 比起直接瘦 脸自然的多 身材部分的话 女生可以把胯部 拉得比肩膀略宽一点 这样会显得更有女人味 看起来身段更好 这样来自专业人士的指导 可不是天天有的 我们够意思吧 鸡们们还不赶紧来 不是三连支持一下 你们有没有什么行业忌讳讳吗 有 只有一个 是什么呀 绝对不能泄露原图 绝对不能泄露原图 尽管操作着明星们的颜值 修图师们却没有大家 享受中那么鬼斧神功 没有人会永远活在精修里 还原真实的模样 再稍稍锦上添花 这才是修图师的本质 如果你喜欢这期节目 别忘了给我们一键三连 我们下期再见